幾個月替破主持在近十火雅店 來了一堆讀完郵 正是無神蹤 電到共行拍開店家的拖案 出糟了兩千塊 跟其官警察局立即行立戰案 電開衣車有人帶報審陷人 在四點進來在六草鄉對報告案 會索破案 廣長長良在東江了解到破主警察快索破案 在警察局中廖迅城的報告之下 親自告破主婚教為門當年的心勒 官邸王張良這齣 雖然這個抽案今天沒有職 但是站在警方的立場 沒有在意情的多職 你是不良問聯合犯罪行為 他們出獎的看是一件大案 電現該官警察辦案的骨心 四點進來迅速來進破 官邸表示 在安愛好 重要在迅速破案 聯合在該官的犯罪行為 都是對健康的挑釁行為 那我特別來鼓勵 那謝謝我們的警察人員 那現在這個搶案搶的進了不多 才兩千塊 那我想啊 站在我們警方的立場 那不在於錢多少 而是這樣的一個行為 是一個搶劫的行為 所以我非常難得 那把它當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那四個小時裡面就迅速的增破 那我曾經鼓勵我們的警察同仁 任何在嘉義縣的犯罪行為 就是對警方的挑釁的行為 所以我想我們所有的警察同仁都很清楚 那任何的挑釁 第一時間用速度 那能夠迅速的破案 所以在這邊非常謝謝我們的 廖迅臣 廖局長 那領導所有的警察同仁 大家記得這樣的一個 所有的犯罪行為 都比較用最快的速度 能夠增破 所以今天特別來這邊 感謝我們警察同仁的辛苦 也謝謝他們 又打了漂亮的一仗 又迅速的增破了一個搶案 官長掌量分享 自己經常使用一句話 來勉勵的警察當年 非常感謝在局長 廖本省的領土下 所有同仁 人對任何犯罪行為 該依最快的速度增破 因此今天特別前來感謝警察同仁 也恭喜他們 他們又打了 真漂亮的一仗 謝謝新新聞創民黨 各位觀察同佩得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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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說每次若人來嘉義 就是要給他開動 就是要給他驚醒 要給他繼續往前走 去年的12月19號 宣布要促成嘉義有科學園區 那今天來宣布整個科學園區 所挑訂的地點 跟未來的發展 科學園區啊 這一塊積木擺上去 等於整個龍宮大縣 架後能夠完成 我想9月5號 對嘉義來講 會是一個未來永遠 必須要記得的日子 在15年後 30年後 大家就知道 今天有多重要 因為今天的宣布 代表嘉義往龍宮大縣方向走 今天 驚驚疫苗越來 我們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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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南烈 也整個已經發展起來 我真的知道 這樣一大發展 會速度 沒有做到兵的勝負 法總統的教材 要讓嘉義做得好 我們嘉義要讓發展起來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裡選擇 嘉義科學園區 落腳在泰保 謝謝大家